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病人减法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当病人行动不便卧床时 要花费比平常更多的劳力 但她也尽力地为病人与家属服务 我觉得很辛苦 有时很想鼓励他们 但她却只能放在心中 亚青选择把这些祝福放在心中 但相信她跟同事们会继续这个意见的工作 她也说只要病人有这样的需要 耽误这一点时间根本就不算什么 元宵灯会刚结束 相较于各地充满科技感和创新的花灯 在云林北港的花灯则是充满历史文化感 制作花灯已经有15年的吴登兴 是当地最年轻的花灯工艺师 但是她担心未来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投入 文化传承可能会出现断层 自清末流传下来的花灯艺术 在北港地区掐根 吴登兴从草扣着灵巧的双手 学习做出一个个精致的花灯作品 我们目前有收到日据时期的照片 可以推到清末 清朝末年大概就有花灯 当时的花灯形态可以稍微比较不一样 没有那么花巧 主要还是以工灯类 在庙宇会街道上长旋挂着花灯 不同的造型为北港地区 营造出些许活泼或古典的气息 各地的传统文化 如今都面临着传承问题 期待有更多年轻人 加入保存文化的行列 我们传统产业 不太有年轻人愿意投入 因为你付出的学习时间很长 收入跟你的时间学习的不成正比 文化会让这个城市不会熟气 文化的保存无法单靠政府的力量 如何让特色文化 成为一个城市的灵魂 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